记者蔡章胜竹市报道,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下午到新竹市,为竞选连任的市长林志坚以及12名民进党市议员参选人加油打气,他说各界因为关心学生住宿安全,才开始讨论侯友宜的文娜宿舍问题,结果更发现有那么多的问题。 他觉得学生住宿的权利,应该列为最优先,所以公开呼吁,侯友宜应该把所有的事情讲清楚。 苏贞昌说,冰岛全国不到33万人,却能够打进世界杯,而且还能够打平强敌阿根廷,非常了不起,而且冰岛的球员与教练其实都是业余的,原本外界并不看好,但是在最后才知输赢, 这就是市族赛最精彩的地方。 所以我们支持会冲会叛,敢冲敢叛的人。 当被问到何时要与姚文志连线时,苏贞昌说全国都有党中央安排,有一定的节奏,他都是按照党中央的安排,外界好奇民进党是否想把侯友宜打成张书经一事。 苏贞昌说当年他也是一个在台北读书,租房子的学生,所以他特别清楚外宿学生的辛苦与痛苦,这个问题其实来自大家关心学生住宿安全,才开始讨论起来,结果才发现侯友宜的房子有那么多的问题。 总的来说,他觉得学生住宿的权利,应该最优先,所以侯友宜应该把所有的事情讲清楚。